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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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刚刚有个做老师的朋友经常跟我聊天说 做老师的压力真的好大 他以往常推高学生做练习 目的就是想他们的成绩飙轻一点 校长会赏他 后来他做到成绩出来了 学校的老师还封他为学习对象 搞得飘飘然 但谁知道他现在就会害怕了 因为今年他所教的学生 整体质素没有往年那么好 他担心会考成绩会不会差 校长不再重视他 就不跟他续约了 他现在才觉得 《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说话是自理名言 那句是什么呢? 就是《道德经》的第十三章 《宠欲若经,贵大患若生》 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被人宠爱都未必是好事 可能经常都会怕被人赶走 当然 经常被人骂被人看不起都不是什么好事 一样都会担惊受怕 但《道祖》就劝我们 千万不要为了争重 争名夺利 而令到我们忽视了自己生命本身的意义 《道德经》里面提出贵身这个观念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多点关心自己的身体 好像面临大地一样 这样小心保护 不要为了争名夺利 连一条命都不要 套回到商业社会里 这句说话我真是挺应景的 打工仔 每个都会为了自己的份工 迫着讨好上司 希望老板可以看得起自己 但《道德经》就当初 有个棒学告诉大家 即使拆鞋得回来的重用 比你升到职都好 都不会长久 你自己都可能怕这份工会做不长 不过《道祖》并不是叫我们不要上位 而上位的时候要一步一步离 最重要就是脚踏实地 靠自己的实力 而上位之后也要踏实地工作 不要再想着拿多些什么好处 因为名利始终都不是长久 最重要都是生命的意义 千万不要为了名利 连身体性命都不顾 所以他说做人最重要都是脚踏实地工作 千万不要把名利看得那么重 最重要都是问心无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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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